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被我撂倒 嗯 小弟明白了 这个老大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 这别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 那是 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 来来来来 过来 说句话 臭死了 怎么浑身酒味啊 没有吧 没有吧 我有酒味吗 我早上漱口了呀 昨天晚上偷吃喝酒了 对啊 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啊 在喝酒 又在拼水子 输了不少钱呢我 输了多少啊 反正啊 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 老大 您可得帮帮我 嗯 放心 我是你老大你是我小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回头老大交那几周 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 怎么样 真的啊 那当然 老大 你是不是所有赌输都会啊 嗯 也不是啦 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 小姑娘家家的 又不能 经常往赌场里跑 是不是 是是是 老大还是个淑女嘛 嗯 差不多吧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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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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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姑娘 求求你 帮帮我们吧 快起来 我儿媳不回娘家叹气 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 现在天上又下着雨 前面五里地 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在 你们不能帮马车借我用了 那马车不是我的 是这位公子的 您帮帮忙吧 十彪头 要不然把马车给她来 让她们去找接生婆婆 不行 万一这女子 要是在半路生产 岂不是弄丧公子的车 十彪头 救人一命 盛造积极浮屠 更何况 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 快去吧 不行 出门的时候 老爷吩咐过我 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 可是眼下这二位 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 我不能离开公子办公 十彪头 他们二人一看就是面膳之人 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 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这样 我陪你一起去 公子 万万不可 万一这娘子 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 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 惹来一世的晦气 哎呀公子啊 我求求你了 您快起来 公子求求你了 这位彪头 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 我妹妹的脸 只是小时候 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 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 可我们都是 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 不然这样吧 我同你一起 送这婆媳去找结生婆 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 在这亭中 这样你 你总快放心了吧 这个办法好 十彪头 事不宜臣 你们赶紧去吧 也好 二公子 你自己多加小心 好在押送飙车的伙计们 随后就到 要是真出什么意外 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 好了 赶紧去吧 哎呀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你快起来 来 快起来 我老大多无以为报 只要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 来 这个您拿着 谢谢 路上来 谢谢 你跟我走 妹妹 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 妹妹 你 慢点啊 来 听 爱情的声音 在思念湖上会伤及 情缠一波曾经 忘了我的心久久梦恒平静 梦好时才会清醒 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 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思念不来际 惊喜的心 许多的月还留在天边 心里的白发永天 过一天一年 多谢公子 姑娘 我看这雨一时半会也不会停 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那就多谢公子了 姑娘 请 不知你们兄妹二人 是要赶往何处 我们兄妹二人 准备前往京城投亲 只是 这一路上路途遥远 盗匪众多 不知能否平安到达 不瞒姑娘 我这一车货物啊 也是赶往京城 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 我们可以一路同行 那 就多谢公子了 在下无运旗 家住昆明 敢问姑娘方母 我 我姓叶 双名 沁颖 叶沁颖 这名字真好听 老大 嗯 跟你说一件事 嗯 接下来呢 皇上为了演奥拜尔牧 会接着找你侍寝 昨天晚上 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 别提了 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 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 老大 那你没被吓哭啊 哼 怎么可能啊 我是老大 武功高强的呢 嗯 后来 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 清清清清清清 小皇帝倒了 老大只用双拳 小弟 佩服佩服佩服 还好吧 哎 知道这是什么吗 骰子 老大教你几招 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 连本代理赢回来 嗯 但咱可输好了啊 你赢回来的钱 得和我一半对分知道吗 没问题 五五分 嗯 这还差不多 真疼啊 嗯 嗯 不够 不得了 嗯 是啊 不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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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情啊 这病起来吧 简直要人命 我爹呢 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 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 只有一个郎中 说可以治 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 而且这个药引 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 什么药引这么难找啊 你告诉朕 朕给你找 谢谢皇上 还是算了吧 算什么算 快说 嗯 这个药引就是龙珠 龙珠 什么是龙珠啊 就是皇上的眼泪啊 是您的眼泪啊 不过您是皇上 您是天子 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 那 这就有点难办了 说实话啊 朕从小长大 除了八岁的时候 父母双亲薄饰以外 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 嗯 没事 这只是个传说 奴婢都不放在心上 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 您这是干嘛呀 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 所以啊 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 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 可以啊 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 可别赖账啊 你放心吧 朕虽然有色心啊 但是更有毒品 你说什么 那个李公公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不错 我已经吩咐一婚 让他万万不能告诉龙三 李公公就是傲拜的内奸 那他叫什么名字 李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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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他还活着 义父 他还活着 而且 他还进了紫禁城 当了大内总管 义父 这李德福 李公公 他就是我的孪生兄弟啊 什么 李公公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不错 我们俩兄弟 本是陕西贫寒农家之子 我叫李德鲁 我的亲弟弟就是李德福 李定国 是我成年以后自己改的名字 世随那年 家乡遭了病灾 我的父母 就死于乱兵之手 我和我这个孪生兄弟 就成了孤儿 顶背琉璃 不知所觉 是 快快快快快 糟了 是抓丁的 快跑 那边 那边有两个人 给我抓住他们 是 站住 别跑 来 走 弟弟 你藏好了 哥哥 你去哪儿呀 我去引开他们 不行 哥哥 弟娘临死前说过 要我们兄弟俩 永远都不能分开 弟娘不在了 你就应该听我的 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我们两个 要是都被抓了 就都活不成了 那咱们李家 就真的绝后了 哥哥 快 在这边啊 快 站住 站住 为了保护我弟弟的命 我拼着自己的性命不要 去引开军兵 后来 我被张献忠的部下掳走了 张献忠见我体格健壮 就见我收作义子 从此跟着他南征北战 而我这个弟弟 我苦苦地追寻 寻找了他多少年 却始终下落不明 我本以为他早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进了紫禁城 当了太监 如今更是成了敖拜的爪牙 你不怕 义父 要不要跟他挑明身份 让你们兄弟相认 不 不 如果你跟他挑明关系 那你跟义欢 就暴露了 我这个兄弟 失散了这么多年 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无所知 他是否还顾念着跟我的手足亲戚 我毫无把握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好 那我暂且不动声色 慢慢观察 慢慢找机会 去试探他 对了 这件事情 你不要告诉义欢 他个性冲动 不怕他沉不住气 义父放心 孩儿知道分寸 你又输了 来来来来 喝啊 干嘛 朕都愿赌服输了 你还想来账啊 有鬼 什么鬼 这好奇怪啊 王上你今天制骰子的手法 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 昨天制骰子 十把当中 你最多只能赢三把 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 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 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 朕是天子天资聪颖 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可是你这制骰子的手法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是不是龙三啊 果真是他啊 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 传授给皇上了 你不要管龙三了 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 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 朕要是问他什么 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 正让他做什么 他也得如实做 皇上 龙三可是个老实人 您可千万别欺负他 你这么关心他 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 是年龄最小的 所以呢 好不容易当个老大 而且他这个小弟 还特别地崇拜我 我当然得维护他保护他了 行 朕知道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朕就不欺负他了 不过 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 皇上 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 姓周的香绳老头 这姓周的香绳老头 长得跟朕很像吗 长得不像 做事风格像啊 这个香绳老头 之所以能发家呀 就是因为算盘 打得精明 瞅准时机吃拿卡药 李欢哪李欢 你又拐着弯的骂朕 臣女不敢 是皇上昨天说的呀 不会因为一句话 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 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 哎呀皇上 臣女出身卑微 是一个野丫头 又缺乏父母的管教 所以什么事都不懂 没法伺候您 要不然 要不然您现在 让李公公来接我 让我回楚秀宫吧 朕明白了 你想激怒朕 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 朕不上你的当 快点来接着赌 咱们说好了 你要是输了 可就得上朕的龙床 现在不输不赢 来 天哪 再这么赌下去 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 我的书面就会越来越大 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 皇上 您想让我赌也可以 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说看 我一直都不知道 天字长什么样 能不能把您的面具 给摘下来啊 朕这几天上火 长了几个火街子 不变见人 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 不好意思让我看 皇上 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 要不然 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谈会呗 上朕的龙床 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 不怕啊 皇上一言九鼎 肯定说话算数嘛 那可不一定啊 朕虽然是天子 但是朕也是个男人 你不是很怕黑吗 有皇上在 奴婢就不怕黑 不对 有鬼 哪来的鬼啊 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 啊朕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 对吧 哪有啊 皇上 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啊 香味 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啊 倒是你身上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皇上 皇上 先住手 不对 先无爪 不对啊 我这么着急拉银干嘛 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 一直戴着面具 得多丑啊 哎呀 哎呦 我的天哪 皇上已经安歇啦 小主该回去了 啊 啊 等一下 哦 哦 我天不去我他如梦 来 来 昨日在雨中 多亏吴公子狭义相助 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 我们兄妹且带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狼 哎 十标头 不如跟我们赔饮一杯 走标途中 我从不饮酒 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倡饮 住在下难以奉陪 真是敬忠职守啊 带回到家中 我一定替你 多多敬美言 多谢二公子 二公子 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 多谢二公子 容领我们一同敬敬 来 看 来 几位客官 省点钱吧 给 谢谢 谢谢 谢谢客官 几位客官 小女子卖意不易 省点钱吧 拿去吧 谢谢这位大爷 谢谢这位大爷 爷爷 等会儿 爷给你这么多钱 是让你陪爷喝酒的 来 喝一个 我不会喝酒 我真的不会喝酒 敬酒不吃 吃罚酒 喝一个 姑子爷 喝吧 什么的 姑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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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孙女啊 我们就是卖艺 不赔酒啊 把钱还给人家 赏得银两 我们无福受用 您收回吧 我赔 本大爷打得赏 能往回收吗 你个瞎老头 我告诉你 今天 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 晚上 我让她陪我过夜呢 是不得的 骗你他 爷爷 过来过来 光天花日之下调戏迷你 还有没有王法了 呦 这位姑娘别看蒙着面 仔细一看 还挺水灵呢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正好 还没有 沈彪头 注意分寸 那不如这样吧 为止明白 你替她呗大爷 玩玩 干什么 给我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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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快起来 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 谁把琴呢 跟了我五十年了 没想到 今天 会于一旦啊 老人家 你娘鼓琴给我看看 说不定我能修好 公子爷 你会修琴 事不相瞒 在下自幼学琴 所以对于修琴 也略懂一些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又劳您了 东西 直播 那有什么 那是 好 干什么 我觉得 行 这一次 你 要 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